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今天來突擊一下 10月11日平日中午的 島嶼自助餐廳到底菜色的 跟晚餐有沒有什麼差異 的話就只有純介紹菜色 我沒有太多的廢話 如果你想要看推薦必吃的話 請看我們上一部影片 今天中午的話 人潮還不多 這一區就是調酒飲料區 冷泡茶啦咖啡啦都有 如果你想要喝咖啡真心跟大家講 因為後區啊甜點區那邊 它有咖啡機 那麼呢 這邊的咖啡是有職人手作的 會比較好喝啦 然後這邊一樣有調酒還有氣泡酒 是可以無限倡飲的 當然是提醒大家 未滿18歲請勿營酒嚴禁酒駕 中午的部分呢 跟晚餐菜色 我剛剛逛了一圈 沒有太大差異 謠傳中午是沒有提供一島區 然後有一島酒一樣 中午的部分呢 它也是有提供酒的 在美一島區 但是提醒大家 再說一次 未滿18歲請勿營酒嚴禁酒駕 這一邊就是聖 生意片區啦 菜色跟晚餐是一樣的 不過吃buffet都是這樣吧 菜色以現場供應為主 野菜味噌湯 玉子燒 然後山藥豆腐 雞煮鮑魚 這什麼鮮油吧 和風蒸乾 我的印象是好像沒有太大差異了 那各位可以比對一下一下 我們之前的 夏日餐期影片 來看一看 大家來早查一下 看到底差異是在哪裡 這是海利魚 大木鮪魚 鮭魚 上面這邊會有綜合拼盤 然後就是你想要綜合拼盤的話 師傅會幫你弄好 然後我覺得也還蠻方便的 稻香煎魚 鮮魚 墨魚細麵 師傅手腳挺快的 這邊鮭魚甜蝦 生干貝跟清乾 清乾中午就有了 那基本上跟晚餐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臥壽司橘子 我也就不多做介紹了 應該都一樣 至少臥壽司 另外這邊還有手捲 海膽干貝手捲 大家最想知道 平日中午 也是有海膽干貝手捲的 那麼一樣有四個品項 鮭魚 酪梨海老 鮪魚 蔥花 都有 自己家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的手捲不要犯 師傅這邊是可以客吃花的 他就幫你放高麗菜絲 炙燒握壽司跟晚餐的品項也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餐廳現在市營運 哪一天真的調整菜色 好不好 你不能怪我 我不是餐廳 我也是實際上突襲來跟大家講 看一下 炙燒握壽司 先是平日中午 有比目魚測圓 和牛 生肝背 赤蝦 還有雞煮鮑魚 就大家自己來選擇了 來到塑這一區 平日的中午有炸鮑魚 炸生蠔果然還是大家的首選 炸蝦也是少不了的 個人非常推薦這個雪絲 海老洋 有看到記得要拿一下 這邊則是一些烤物區 牛小排 鹽鹽烤軟吃 照燒雞腿 綜合食蔬 烤鮑魚 還有 炙燒焦糖鳳梨 推薦大家 據說呢 它搭配啊 前面島區的小米酒 一起吃 哎呀 風味倍增 還挺迷人的 那到底是不是這樣 大家可以試試看 現在 鮑魚也是挺肥美的 中午奇怪 怎麼都烤生蠔沒有人排隊 美人的話呢 是獻取兩顆 欸 跟大家講一下 我昨天晚上有來啊 他們家的那個 鵝肉湯麵超好吃的 而且再淋一點鵝油 超香 個人推薦 你不要麵也可以 就直接喝鵝肉湯 就烤了 這邊也有燙青菜 晚餐看到的 脆皮燒男 這邊也是有 然後烤鴨 我必須要講一下 烤鴨是他們自己烤的 宜酥之汗 我們昨天有推出那個 十大推薦 就是 再加一個好了 就是這個 燒烤片皮鴨 真的好吃啊 還有這個脆皮燒男 也是非常的平脆 肉鮮 挺棒的 哎呦 午餐也有海南雞嗎 這個則是炒鴨架 湯阿雞手吃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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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酒就是這邊啦 大家不要錯過喔 雞精筍乾湯 紅燒牛炸湯 紅燒牛炸湯 現在一樣是餐期中間啦 好不好 菜色不是很完整 大家就不要 大家就不要 大家就見諒一下啦 一品東坡肉 蟹黃海鮮豆腐煲 清蒸剝皮辣椒 哇 這個是什麼 清蒸蒜蓉小捲 看來挺特門的喔 櫻花蝦烏魚子炒飯 那邊長春犬 我剛剛是不是忘記介紹 另外這邊呢 午餐的話 也是有那個 鮑魚燒賣環跟 魷魚螺肉蒜啦 不過喔 不要講一下 它這個剛從蒸台區拿出來的 前面有一點冷 你看後面在冒煙 但是 這個蒸台好像 蒸氣不夠強 所以 你一進場剛拿 有可能會是冷的 我覺得這可能 未來有需要調整一下 先又來到森蒙海鮮區 醃製的鳳螺 法國的螺肉 熟白蝦鮑魚 唉唷 謝謝 中午 也有紅旬耶 不過這個好像是季節商品 這是大家 還是跟大家講 先吃先飲 先吃先飲 哇 雪蟹腳 今天的規格還挺粗的耶 三點蟹 生菜沙拉區 這邊只是一些涼拌沙拉 有那個鮮蝦燻鮭魚 還是什麼 哇 小捲的海鮮沙拉 綜合啟絲跟煙燻鮭魚 這邊有三款的 綜合乾醬 還有松露的 還有原味的 跟開心果的 個人推薦的是松露 你可以搭配一點點 在鐵板煎干貝上面一起吃 風味 也是不錯的 這邊只是一些麵包 不過來這邊就是要吃海鮮跟其他主食類的 麵包 我們就要省略吧 來跟大家講 大家一直找不到 焗烤田螺在哪裡 對不對 就是啊 在這個麵包的旁邊這邊 這邊 好不好 因為它是現點現做的啦 所以大家齁 在這一邊齁 不要忘了點齁 法式田螺 現點現好的 所以需要一點時間 今天中午 我們的熟食區之前 有人來說熟食區要排隊 排很長 但今天看起來 是還好 沒有什麼排隊 就是拿了就走 拿了就走 酒香煎大蝦 還有香脆煎干貝 好不好 感覺初三四度有在調整過啦 這個炒蝦頗大 這一區配的就是紅酒啦 它自己都倒好了 所以四取就可以了 不過呢 還是跟大家講 胃滿18歲情味 延禁酒 炎禁酒駕 至這一區呢 除了有 煮食之外呢 還有香煎干貝跟草蝦 還有一些熟食區 現在看到的是 松露卡布奇諾 蘑菇濃湯 里昂紅酒燉雞 蘑菇白酒會海鮮 紅酒鮮 紅酒嫩牛肉 美式BBQ豬肋排 今天午餐沒有油控鴨腿 松露鮮蝦炒蛋 還有蒜 還有蒜蠟 大蔥蛤蝦 義大利麵 現在看到的是 這是 還蠻多人推薦的 主食區啊 有羊排 戰斧豬 跟 那個牛排 感覺齁 他們的初三速度已經有加快 因為聽說之前啊 到一點的時候還有人在排隊 但是今天是平日的中午 哎呦 這個排隊的人潮其實已經縮減了 那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之前有人反映啊 說他們的牛肉到底是 美國樂園 還是牛肩呢 那我剛剛有跟師傅確認 就是午餐的部分呢 他是提供牛肩貝的 牛肉 這邊看到是 扇斧豬 還有 迷迭香羊排 你想要什麼口味齁 都可以 跟師傅講他就輸給你了 比如說我要兩隻羊排啦 兩隻扇斧豬都OK的 所以我覺得 很客製化 個人 還蠻推 平日的午餐跟晚餐其實是一樣的 XO醬 仙科寶 個人 挺推薦 龍蝦帝王蟹 蛤蜊豚骨湯 還有 酒燜蛤蜊 平日午餐也是有的 我這樣整圈逛下來其實 該有的應該也都沒少 跟晚餐來講的差異就是 少了一個 油風鴨腿 還有時間比較短 午餐好像可以吃三個小時吧 晚餐是四個小時啦 所以各位訂到午餐的朋友 也不要太失望 也不要太失望 超大的這個 炒蝦 最後最後來甜點區 甜點區 各位可以發現一下 阿可麗路好像有聽到大家的建議 就是變小顆了 因為之前比較大一點點 大家吃完一顆 可能吃完了 吃不了其他甜點 野莓軟糖 馬卡龍 焦糖費難學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熔岩巧克力 之前前幾天是胃上 現在已經改在餐台上自取了 因為有人不吃甜的嘛 有人覺得他太甜 有人覺得他想吃 想要多拿幾個 那我覺得自己來餐台上拿是最好的 如果他可以搭配鈴聲 提醒人家有現烤素的熔岩蛋糕 我覺得會更為貼心 抹茶馬德蓮 杏仁南瓜塔 個人我覺得也超愛 還有抹茶巧克力的 生巧克力 還有必須推薦一下 那個巧克力球是馬告口味的 個人也超啊 還有旁邊好像是什麼野莓 風味內餡的巧克力 超棒 也是蠻喜歡的啦 抹茶慕斯 紐約起吃 這一款 香油抹茶巴斯克 也是推薦必吃的喔 美國巧克力杯 摩洛慕斯 百香檸檬塔 巧克力塔 熱帶巧克力慕斯 粒子乳酪蛋糕 是不是實在太多了 黑醋粒蘋果慕斯 椰香奶酪杯 熱奶水果慕斯 哎呦 楊絲甘露洞 你看到沒有那個 資深的小姐姐也還會點摩洛慕 摩洛慕斯的蛋糕耶 因為它看起來比較可能一點 我真的以為這個是蘋果 它是水蜜桃 好不好 超甜爆甜 真的超好吃 各位啊 你來水果區這一區啊 其他都可以不吃 但這個新鮮水蜜桃也是季節限定的 千萬不要錯過了 奇異果的話呢 它給的是黃金奇異果喔 雪糕雞 四百五十萬的雪糕雞 不過它這邊配方好像有一點調整就是 之前我超推的薑汁狀奶啊 裡面有放珍珠 現在它是已經取消了啦 可以啦 推薦大家必吃啦 哈根拉斯冰淇淋 有幾款口味好像比較偏硬一點點 好那這邊就是咖啡溪 有沒有剛剛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喝咖啡要去第一島區那邊點 有職人現做的 會比這個機器的好喝啦 今天的飲料呢 有蘋果汁 柳橙汁 發樂汁 還有葡萄柚汁 我個人超推這個 台中百年茶葉的華鋼茶 這個茶泡起來是回甘 而且不會有那種色味 超好喝 推薦大家試一下啦 感覺今天用餐的人也挺多的 以上就是我們在平日中午 跟大家分享的島嶼製作餐廳的菜色 是不是沒有太大的差異呢 所以各位就不要擔心啦 你訂到午餐時段的 還要記得來 現在已經滿到11月底了 非常的搶手 如果你不想去的話可以聯絡一下我 我可以去 我可以去 哇 他們要法式橘田螺 要記得 不要找不到 在這一邊啦 但是有人覺得可能稍微偏鹹一點 他就是要配一點麵包 一起吃會比你單吃 未來的有田螺 如果被拿光的話 記得跟師父講 他就處理給你了 好啦全台灣最新的吃到飽都會在我們的社團 還有這個頻道 跟大家分享 哇我看這幾天下來我已經有點乏了 這就是平日的午餐 那至於下午茶什麼時候開放呢 目前還不知道 如果等哪天他開放的時候 再過來跟大家分享 好啦我們 就先介紹到這邊了 掰掰 我要去吃飯了 他們加鵝肉湯啊 有加那個鵝油 有沒有 還有那個蔥酥 哎呀 超香的 推薦大家 可以試一下 你可以不要 不要麵啦 只要鵝肉湯就好了 然後 我跟你講今天 一進場一定要先拿這個 雪蟹餃 好不好 我跟你講一進場的話 會比較粗一點點 喔 所以啊 千萬不要錯過 好啦我 今天又忘記帶工具 試一下手指 哇靠 失敗 對不起我罵髒話 這個比較大隻 比較難吃有沒有 哇 對不起我失敗了 真的還是需要剪刀啦 我的手比較著吧 帶大家吃一下 好不好 真心還是要建議大家帶剪刀來 不然 不然喔 沒有它這邊 雪蟹餃肉其實還蠻甜的喔 不會過於死 鹹 肉質非常飽滿 但是 餐期中間我發現 比較瘦 一點點的齁 所以大家進場要先拿 那最後齁 跟大家講一下呢 平日的中午呢 也是有海膽干貝手捲的喔 唉唷 我的海膽呢 躲到後面 你可以跟師傅說 你不要煩 他就是給你生菜 海膽跟 熊干貝 他講的就是齁 你吃完東西如果啊 什麼炭烤 美國樂眼 你以為是羊排太膩的話齁 餐台上有這個 炙烤過的鳳梨 記得吃一下齁 微酸解膩 超開胃的啊 記得啦 這樣才能多吃兩盤啊 文章最後跟大家講一下齁 我覺得 飯店這邊還蠻貼心的 然後他有專屬齁 如果你是飲君子的朋友呢 這邊在廁所的旁邊 他是有設置一些專屬的 吸煙室 所以你想要吸煙的話呢 就不用跑到一樓外面啦 是不是非常貼心 不過還是提醒大家 吸煙過量有害健康 然後少抽點煙 對身體比較好 我們這支影片到這一邊啦 就好 啊 谢谢观看